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杜苏瑞台风 这张气象局呢 昨天已经发布了杜苏瑞台风的 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它的路径呢 应该是从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然后一路往巴士海峡 接着呢往东沙岛前进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进路径呢 就使得东部地区是首当其冲 所以呢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呢 东部地区呢的风浪雨都会增加 那么接着呢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在南部的恒春半岛 还有包括台东屏东登陆 所以呢这里面对于南部地区 它的暴风影响就会开始加大 而且呢降雨的情况呢也会增加 那么到了明天呢一整天全台湾呢 都会被笼罩在暴风圈的范围之内 因为它就开始到了我们的西南边 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是 全台湾各地都会下雨 那么它的路径有一点点类似呢 这个巴巴风灾时候的莫拉克台风 那么希望不会带来同样这么剧烈的雨势 可是这也提醒了大家 就是呢台风不只要防的是风 更重要要防的是雨 所以呢山区的降雨啊 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南部地区的 这个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的山区 都要特别的注意哦 因为它都是属于跟这个台风的风向呢 对撞的一些地方 它就非常容易那么降下雨来 所以这几个关键的地方 都要特别注意剧烈的雨势 然后同时呢沿海空旷地区 沿海的地方呢也要这个低洼地区 也要盛防淹水 好这个都是我们其实在台风的时候的例行公式 那么一定要把它做到完全 那么如果说这个它的 这个就大自然带来的风雨太大的话 至少我们必须要把灾害降到最低 好那么今天的各地的降雨几率都非常的高 北部地区呢因短暂震雨降雨几率90% 白天的温度当然就下滑了 来到28到31度 中部地区呢是今天最稳定的地方 但是呢也就会是今天呢 风这个温度最高的地方 因为中部地区呢刚好就是有一个 中央山脉挡着这个杜树类台风 所以呢到这个台中的风呢 都是沉降风 就没有太大的风跟雨 但是呢沉降风呢反而就带来了高温 因此中部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但是呢在白天的时候呢包括台中市 彰化县云林县都有可能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 那么另外呢他往北一点的比如说桃源市 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南投县 然后以及往南一点的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 也有可能会因为沉降增温的效应 所以呢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总之今天没有太大的风雨的地方就有高温 今天呢要不就是有大风雨 要不就是没有风雨有高温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北东南都是属于大风雨 然后中部地区呢是属于高温 那么南部地区多云时云短暂 震雨降的几率60% 白天的温度27到34度 东部地区当然是降的几率100% 白天的温度26到31度 澎湖地区英时多云短暂 震雨降的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8到33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澎湖29度 台中28度 台南也是29度 高雄跟花莲26度 宜兰28度 台东25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也是涨多跌少的 不同的是呢 之前一路连涨的是道琼啊 对不起这个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啊 那么不同的是呢 之前呢都是道琼强 然后科技类虎弱 但是呢在今天凌晨呢是科技强 然后道琼相对的没有那么强 最后呢道琼工艺指数呢 上涨了26点 收盘指数是35,438点 涨幅百分之0.08 纳斯达克上涨了85点 收盘指数是14,144点 涨幅百分之0.61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12点 收盘指数是4567.53点 涨幅百分之0.28 费城半导体大涨了62.94点 收盘指数是3755.27点 涨幅百分之1.7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股市的表现 那么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连续上涨 纽约油气货价格上涨了0.8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9.63美元 已经非常逼近80美元的关卡 那么来到了4月20 4月18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0.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64美元 涨幅百分之1.09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农粮价格的部分 加个黄豆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61 不过小麦期货还在继续上涨 加个小麦期货上涨了百分之0.53 加个玉米期货下跌了百分之0.45 在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1.50美元 每盎司报价是1963.70美元 涨幅百分之0.08 而白银的期货呢 上涨了百分之0.99 铜的期货那涨了百分之1.56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0.98 那么这个市场呢 现在在等待的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呢 在台北时间明天清晨 就会决定他们的这个利率决策 所以我们看到贵金属 还有美元指数 其实都是小涨小跌的 美元指数呢 小幅度的贬值了0.06个百分点来到101.28 它对欧元呢是升值 但对英镑跟日元都是贬值的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涨跌户建 民国金融收报百分之5价指数上涨了13点 收盘指数是7691点 涨幅百分之0.1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11点 跌幅百分之0.16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上涨了20点 涨幅百分之0.13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刚提到了 其实呢 美国呢 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也都在等啊 美国联准会的最新的会议结果 那重点已经不是升息与否 因为应该升息一码是市场上面的共识 那么重点是呢 升息一码之后 联准会的态度 究竟在今年底之前 还会不会有下一波的升息 这个呢 是市场判断的重心点 好那在昨天呢 美国所公布的这一个消费者信心 这个是由美国经济评议会 conference board呢 他的每一个月呢 所公布的数字 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再上升 所以美国现在呢 是超级乐观 觉得他们已经克服了 衰退的疑虑 然后认为呢 那么通膨的问题也急下要解决 然后同时呢 会软着陆 所以我们看到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来到117 这已经是回到了 这个 这个去年的 2021年的 相对高点了 好那么这里面呢 包括了对于 现况的信心 是来到了 160 这创下了2020年 3月以来的新高 而对于未来 半年的部分 也不确定信息数比较高 那么也是从 79.3来到了 88.3 也来到了去年初 以来的新高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呢 美国是充斥着 非常乐观的情绪 好那么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呢 昨天呢 上调了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从4月份的时候预测的2.8% 上修为3% 主要呢 是对于美国 对于欧元区相对乐观 那么将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呢 从原本预测的2.8% 上调为3% 那明年呢 则是下修为3% 好 所以两去两年呢 都在3% 对不起啊 是这个全球是都是3% 美国的部分呢 则是从原本预期的1.6% 上调为1.8% 这当然比去年低很多 但是呢 已经比原本预测的1.6% 高了一些 那么明年的部分呢 则是微幅下修 认为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只有1% 那至于在欧洲的部分呢 那么则是把今年跟明年的 经济成长率都上修 0.1个百分点 今年是0.9% 明年是1.5% 在七大工业国当中 唯一负成长的是德国 负成长0.3% 那至于在新兴国家当中呢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 维持上一次的预测 5.2%不变 那么印度的部分呢 也是维持在上一次预测的 6.1%不变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呢 上修了对于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率 上修0.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欧洲现在的经济总体面 有很多的恶化的讯号出现 包括了德国 尤其是德国 因为德国你看到它 今年可能是负成长 德国七月份的企业信心呢 来到87.3% 比六月份呢 再微幅的下滑 但它已经是连续三个月 企业信心的下滑 另外呢 欧元区呢 因为它的欧洲央行不断的升息 所以呢 它的第二季 企业贷款的需求 已经明显的缩水 而且银行呢 对于企业还有一般民众的贷款的门槛 也往上升 所以它的这个金融方面呢 所能够达成的刺激效应 大幅度的衰退 好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 韩国昨天公布了 今年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若跟第一季相比 季增百分之零点六 比预估也比这个上个月 上一季的数字要来得好 若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年增百分之零点九 也比第一季的年增百分之零点八 要来得好 似乎呢 逃过了衰退的阴霾 但是呢 韩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主要是呢 出口衰退的幅度 比进口来的低 所产生的 就它的消费其实也是衰退的 然后它的投资也是衰退的 但是呢 因为它出口只有衰退百分之零点一 百分之一点八 而进口大幅度的衰退 百分之四点二 所以呢 这个经济成长率是 政府支出加民间的消费投资 然后呢 加上出口减进口 结果出口减进口的境外贸呢 这部分呢 带来了正成长之后呢 所以呢 反而使得韩国呢 第二季可以逃过衰退 但是它的消费投资 甚至于政府支出 都是衰退的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在这个零售业的联合力滑 还有包括了上个月呢 那么这个英国的连锁 超商特意购 以及Saint-Burie呢 他们都认为通膨已经见顶了 就已经到了最高的地方了 未来可能会下滑 这个有助于呢 未来呢 民众呢 在采购的时候呢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一些超市的 这个降温 就是他们的 这个降温的情况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德国现在打算要补助台积电 在德勒斯登 就德国的这个投资 结果呢 他的重要的竞争者 这个格罗 格新 格罗芳德 格罗芳德 他呢 则是批评说 这个德国对于台积电的补贴 是扭曲竞争 那么要注意的是 其实 这个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格罗芳德 他在法国的投资 法国也有 也有补贴他 另外英特尔在德国的投资 德国也有补贴英特尔 可是呢 因为格罗芳德 他的游说力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要注意这件事情 对于台积电的影响 好 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 这个入港股的部分 昨天入港股呢 是大爆发 因为在前一天呢 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呢 对资本市场罕见的表态 要活跃资本市场 对房地产政策呢 不谈房住不吵 而改称呢 要优化房地产政策 然后在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上面 都要继续的走向宽松 同时欢迎民间投资 跟外国企业投资 再加上要这个防范 化解地方债的风险 那这件事情呢 在资本市场上面的反应 就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 昨天大涨了67点 收盘指数3231点 涨幅2.13% 那么上证指数呢 也大涨了273点 收盘指数11021点 涨幅2.55% 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大涨了761点 收盘指数是19430点 涨幅4.08% 好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也是上涨了166点 在台积电呢 在前一天的ADR呢 上涨了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台积电 昨天的台北股市 在台积电 还有一些AI股的带动之下 开高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165点 收盘指数是17198点 涨幅0.97% 那么OTC呢 也上涨了1.35点 收盘指数是222.88点 涨幅0.61% 那么这个台北股市集中市场呢 成交量4294亿元 OTC的成交量 也有1094亿元 这里面呢 外资终于转为买超 买超了96亿元 那么这个投信呢 还在卖超 卖超了6.8亿元 自营商呢 买超了7.2亿元 那么八大行库呢 观股昨天呢 则是在这个上涨的时候呢 出现调节 则是下跌 则是这个卖超了26.9亿元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盘面上面的消息 伪创业它是 这一波的AI概念股当中呢 涨幅最大的 也是最领先的一个族群 那么昨天呢 他宣布任辉出清手中的 这个苹果的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代工厂 力讯的股票 三年前呢 他将他的中国大陆的 昆山的手机厂房 然后呢 及业务呢 出售给力讯 然后呢 同时由旗下的四家公司 买进0.8%的力讯股票 然后昨天呢 宣布已经全数的出清 那么跟三年前的 认购价格来看的话呢 是亏损了人民币12.66亿元 那和台币55亿元 当然对于他的第三季的营收 还有全年的营收会有影响 可是也凸显出他现在 跟手机的业务上面的一个 这个变化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台经院昨天在下修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那么估计是1.66% 不过因为是出口太差 但是就业市场还有股市量力 所以呢 可能民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 请不吝点赞 里